天麻、川芎、白芷、藍棗、鱼頭、豆腐 做個湯 我發現我的記性都回來了 天麻乃可以適風止徑、去風通落 而另一方面 川芎和白芷有行氣活血和鎮痛抗炎的功效 過壓我了,整天都是這樣的 用紙來 先吸一吸水 即是要抹乾 先吸一吸塑膠 讓水不會彈到周圍 鮮樂油和薑爆香 先放幾粒鹽 先煎到這裡 你看我的紅棗是會撕毀的 藍棗是不會撕毀的 因為它最有益是毀 我們用熱水浸泡 泡完之後 你就把它撕毀 讓它… 讓它出味 對 你看,我已經煎到它很香 看到嗎 是呀 兩邊都跟隨便 把魚頭放開 你看這個湯都開始白了 我們把藍棗 用熱水浸泡過的天馬 川公白紙 放進去煮 燒酒 這樣一定是沒有腥味 是,一定 如果家裡沒有燒酒 其實用青紅米酒也可以 可以的 蓋住它 好的 我就把豆腐切細 那我就不想這麼大粒 就是小粒一點 這樣就更好吃一點 煮完這個湯 那豆腐才是精華 是呀 它吸收魚的甜味 沒錯 我們再繼續煮它一會兒